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氣氛還蠻熱的 但是文青時間就要兩塊一點點 首先 首先我第一個 要蠻慶幸的一件事情是 還好我在黃小胖前面講 因為當他開口之後 你們的印象就會只留下他的聲音 跟他的倩吟 還有在他台上給你的每一個哏 那至少在他講之前 現在九分鐘 九四三十六 我應該還有辦法讓你們 至少前四十分鐘 留下一點點我們的印象 而你自我介紹一下 我剛剛講過的Joy 我在HTC 然後那個就是 最近剛看完的案子是M9 然後現在在負責明年的一個案子 然後那這是我的粉絲團 然後其實就是畫東西 畫西畫一些東西 就寫一些哲學的東西 在開始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但是今年這個月內 你有讀過 有讀完過一本書的 可以給我舉個手嗎 還蠻多的 今年內 那今年內有讀到一本的 有沒有更多 今年內一本 有到兩本的 天啊 焦點真的是非常棒的活動 裡面的都很有氣質 因為2013年讀書的統計 有一個行政院的統計 全台灣平均每人一年閱讀量 是兩份 這邊一半以上都在水準之道 我們大概給一個掌聲 但是讀一本書你要花多久 要不要最快三個小時 或者是你有沒有可能就是 花個三天斷斷續續的看 或者是說 你有沒有可能買一本書回來 三個月都還沒有翻完 三 有沒有可能一本書 要不要三年都沒有翻完 都有可能 但是在我們為你而讀的場合上面 你只要一個下午的時間 大概三個鐘頭 我們就有三位分享者 分享者每一個人 花半個鐘頭的時間 做簡報給你 那等於是結合他自己的經驗 然後把這本書 跟他的insight 去分享給你 傳來給你們 我們這邊現在的分享者 也能又包含說 像我科技工程師 又包含說 外商的一些國外業務 也有很多公務人員 或者是教師 或者是各行各業各種領域 甚至是SOHO組都有 那像這樣的時間 其實我們算過 如果假設六百個人來參加 每一個人一次 就省掉他三本書 九個小時的時間的話 我們等於 幫全他會省下五六千個小時的時間 來這邊一次 你就賺到十幾個小時的時間 如果你讀書是一次三天的話 你就來一次賺三天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做的是 要掌聲嗎 好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是一個還蠻特別的一個過程 就是我們在做的一塊事情 這邊講的是 這是我們某一場我們的活動 然後那一天 因為有 有時候看講者的媒體或者書 那這一天就是 人擠到後面來 然後我們跟他說 第一個人是不是也有打聽的 有嗎 哪一個 那也會好像 應該不是 這後面有人要進來的時候 我跟他說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位置真的滿了 你進來你可能必須要站著看 你真的願意嗎 我真的不好意思 他說沒關係我要聽今天的書 有時候 有時候書的魅力就可以到這種程度 第五本書第七場 就是在我們辦的第七場 我準備上來講我第五本書的時候 事後有人跟我說 我站在台上 腳其實還有在抖 我說真的假的 我還會緊張 可是 第八第九本之後 就是越講越多書 其中有一本書叫做 《非典型力量》 它就說 你在熟練的事情上面 在你越來越擅長的事情上面 你會進入一種極端的亢奮 但是你心跳反而降低了一種冷靜狀態 現在我在上來講話 或者是我上來講書的時候 其實我反而會陷入一種 就是在那之前我反而很冷靜 超亢奮 可是很冷靜 但是 就是一種所謂的非典型狀態 然後 但是其實我也曾經是 第一場上來講之前超緊張 首先我覺得 我不是一個很厲害 或者是說 本身有各種天賦的人 但是今天站在這邊講也是 我講的十幾場 或者是說 我們第二第三場開始 因為活動總需要主持嘛 所以拿起麥克風來 稍微串一下場 然後越串越多 再累積一些些經驗 變成說 站在台上才開始有一點的這種想法 那為什麼我們會願意 一直這樣子講下去呢 我講個緣起好了 就是去年十月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有個夥伴 他就傳說我們來辦個讀書會吧 就是他可能他的個性跟形象就是 比較不正經 有點髒髒的那種 然後 就是個性 就比較他很幽默 很可以揭露其大家的調侃 然後那 就想說辦讀書會這種事情 好像是形象很正面很積極 然後他那個時候在活動通工作 我們就把東西直接放上 把我們活動直接放上活動通 然後呢我們三個人在講三本書丟上去 活動通一旦有人報名之後 你是不是一定要把書給看完 人家都報名了 你就逼自己一定要讀歪 那 是不是也是一個強迫自己去念書的一個方法 然後我們就放上去嘛 然後第一場有十個人報名 然後現場最後來五個人 但有三個是講者 還好我們那個場地就是很好 他就說反正只算人頭費用 那人頭兩百塊 好啊我們就講然後上台用他的空間什麼 覺得還不錯 然後就 後來就有了第二場第三場 第二場十個人 第三場十六個人 第四場第五場之後 我們不知不覺就已經辦到第二十場了 而且 隨著這個過程辦下去之後 越來越多人會想要follow 因為 其實 為什麼 有辦法一直辦下去呢 因為 我覺得我們三個一開始就很像傻瓜 我們一開始目的是 你很難去叫別人講出 像我們的頻率兩個禮拜一次 你是不是等於你兩個禮拜一次 你一定要找到三個講者來講 如果三個講者來講 自己的故事就算了 但是三個講者來講 你要讓他們看完一本書 還要讓他們做完一份簡報 多麻煩啊 而且我們講者還有從生技公司的高層 有微軟公司的高層 也有很多各種不同產業的這些人 但是 並不是我去請他來 是他們來之後 願意站上台來分享的人 那 這種感覺像是什麼 一開始我們 就三個人就想說 這第一次 三個禮拜一場 然後我們三個禮拜 看完一本書 做完一份簡報出來 頂多就像研究所簡報一樣 就是做報告做簡報 抱著這種心情來做 然後在第一場的五個人裡面 等第四個人就 願意加入我們 然後第二場 第三場之後 就有其他人願意加入 就是說 我們一起來分享好了 然後變成我們可以用輪的 變成那個頻率大概是 你一個月看完一本書 做完一篇簡報出來就可以 那 其實 一本書你讀完是一種層次 你在準備分享給別人的時候 你開始抓重點做簡報 這是第二種層次的理解 那你開始去分享出來 跟大家的feedback 那可能是不同層次 有一個教育金字塔的理念 最上層第一層 他的意思是說 你最淺層的那種學習 就是聽老師講 再下來一層就是 你可能開始動手做 開始對話 開始詢問 最下層是什麼 最下層它是 你去教別人 你有辦法教別人之後 這一個姿勢才有辦法變成 變成你自己的財產 所以 我們自己 講那麼多本書出來 其實 你會覺得 天啊哪來那麼多白癡 就是 上台講 然後一直要做簡報 而且還沒有錢賺 你只是收活動費出去這樣子 就是 為什麼要做這麼白癡的事情 可是 就是有這些白癡 我們跑在前面 像個傻瓜一樣 後面的其他人 在follow上來的時候 看起來就不那麼傻了 因為你只要跟著我們一起上來 就好 現在為你而讀 有一個講者社群的 一個line群組 有20個人 都是來分享過的人 也有一半個人 願意要繼續分享下去 那 這個就是 不知不覺中 我們累積 發現 先出來做一件很傻的事情 然後別人就願意follow 我覺得這感覺就像是 我還記得焦點 兩三年前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哇那是好有趣的活動 讓大家來分享 那來那個 我覺得 就是分享那個精神 現在 每一個都像一本書一樣 那我們真的是 我們只是拿書來 我們用不同的戒指 那我們在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分享 然後我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 第11場的時候 那一天我們發生了 有史以來最巨大的一個危機 就是那一天 我們的活動 喔那個閃讓我有點緊張 就是要讓你緊張 好 那天我們 那個時候我們六位核心成員 那前三個傻瓜 剛好那一天都不能來 然後像我 就是變成那天 或者下午四五點才來 是不是變成這樣 四號五號六號加入的人 拿他們來獨挑大樑 那那個時候 事情都交代好了 然後 四號 的成員 他負責當天主持跟講一本書 當天 三本書是另外兩位是客座 然後等於另外兩個人是去支援 結果當天早上 那個四號要主持跟講一本書 那個人 突然病倒了 他聲音發不出來 完蛋 下午就要辦活動 你主持也沒辦法主持也沒辦法講怎麼辦 那那個五號的那個人就是 他之前主持過一次 他變好吧 讓他來主持 然後他還想 甚至我們想個團康 想說怎麼處理 然後我當天早上很緊張 我找了另外一個朋友去支援去幫忙 然後中午我就 我人不能過去 但是我最快也是四五點還能到 我打電話跟他們說 欸拜託拜託那個找誰來幫忙 或者是說 我交代給五號跟六號跟他說 你要注意什麼什麼什麼跟誰會幫忙 你應該先怎樣先怎樣 我一直跟他交代 然後講到六號的一個女生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拜託你要小心什麼什麼什麼 我跟他講 講到一半他突然打斷我說 你不要那麼擔心啦 放心 我們已經辦那麼多次了 我們已經來那麼多次了 大家都知道怎麼做 也不會開一間窗 沒有問題 放心的啦 這女生是最晚加入的人 但是她也是最 我覺得她可能也是比較纖細 比較敏感的人 我超怕她出現什麼壓力太大 最後離開我們團隊那種感覺 結果在我很緊張想要安慰她的時候 然後被人家來安慰我叫 你不要緊張不要擔心 所以我就哇 我就整個很很意外 但其實另外更多感覺是 我覺得天啊好欣慰 我到底是 到底是 到底有怎麼樣的一個 團隊上比較願意這樣子幫忙 就是當天活動也很順利完成 然後就是也算是兵組進歡 然後大家也覺得很 就是讓那兩位 剩下兩位講者 多花更多時間去交流 反而有更深的互動 更深的這些活動出來 那就讓我覺得 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 這是我們前陣子 有開始做一些活動的變形 比如說我之前 被討厭的勇氣現在蠻紅的嘛 那我 大概三月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這本書 就先講一次 那後來我開始在各種不同的 其他場地可以講 不過你講到這本書可以去 我私底下 誰要跟我約半個公司 半個時間 我可以講 然後聽你的故事 幫你找出你的心理的問題 我已經可以倒背 如何它上面的東西了 那這是我辦的一場工作坊 用互動用講個案的方式 讓你去做更深入的 把這些知識拿來玩拿來用 這一個活動 那以前我們辦了一個活動 換書Party 就是書櫃衝浪 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書櫃 等貼出來 然後辦在一個 就是小酒吧 然後大家來這邊換書 這樣這一型的活動 然後 我們前陣子也做了一個回顧 看第二場十個人 第一場忘記拍照 然後第二場還有第十七場 就是 不知不覺 我們已經完成那麼多場 講完那麼多本書 那 其實 我們也覺得這麼多書 有時有很多 很特別的面向 你看就是包含管理的 或者是趨勢類的 或者是說 社會企業啊 女性的 就是 我們講了那麼多本書 那 我好想講一個梗喔 可是時間已經沒了 可是我真的好想要講 拜託 拜託 好 第三場 我剛剛講那個第二號女生 他來講一本同書 他就是在來第一天之後 覺得很有熱情 其實他講 他就問我們說 你們有沒有可能講同書繪本 有些繪本是 大人念給小孩子聽的時候 他自己會更有感覺 那我們就說好啊 那你來試試看 結果他就來講 講完第一之後覺得效果不錯 就邀請他加入我們的核心成員 在母親節前那一天 他講一本書叫做 Love you forever 那本書就是一個 媽媽一開始把小朋友 把兒子生出來之後 把小朋友抱在手上 搖啊搖搖啊搖 她就唱 I love you forever I like you forever I like you forever I like you forever I don't ask you leave me My baby you'll be 她找了一個 阿卡貝拉女歌手 坐在她的對面 一開始站在那邊 我們想說 那個人坐在那邊要幹嘛 但是講到這一段 那個女生就開始唱 後來小朋友長大了 調皮搗蛋 然後媽媽很生氣 但是晚上小朋友睡到之後 她又把小朋友抱起來 手上搖啊搖 但是又開始唱 阿卡貝拉的歌聲 變得有點生氣 但是後面又充滿了愛情 這樣唱 小朋友長大了 在唱 小朋友成人了 變老害婆了 她就變成老害婆版本 I love you forever 就這種版本的唱 唱到最後一個 倒數第二次是 媽媽抱不動兒子了 被兒子抱起媽媽來 然後 搖著媽媽的唱一次 然後阿卡貝拉的女生 她就換一個man的歌聲來唱 唱到最後 兒子把媽媽放下 走進她的閣樓 然後抱起她的 剛出生的女兒 搖啊搖搖啊搖啊搖 她就開始唱 那個老師把麥克風抬一下 他已經唱第五次了 全場跟著合唱 Love you forever 我覺得這個就是魔法 書可以用什麼模式 在我們分享 我也要讀 明天第21場 可以來聽聽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